焦点台湾 那么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之后呢 也鼓励各大专院校 开设培训的课程 除了希望跟东南亚各国建立起交流的机制之外 也希望协助培育新人才 其中呢位在台南的远东科技大学 目前呢也已经设立了精致农业中心 结合了工程技术导入研发 而且呢也在相关的后端 加值农产的新价值 那么所开设的海外青年技术班 也将协助培育新南向国家的专业人才 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就邀请到远东科技大学的副校长 中明级中副校长 大家听众朋友认识 究竟呢目前台湾的精致农业 研发现况是怎么样 而他们的新南向计划又会如何进行 副校长你好 各位工作人朋友大家好 是副校长我们刚提到 我们学校目前已经成立的 这个精致农业中心的嘛 不能在他们这个新南向计划之前 我相信你台校 当时候学校怎么会想要成立这个中心 那主要的原因跟契机是为什么 我们大概在四年前 我们就成立了这个精致农业中心 主要是因为我们这边在学的同学 他们大概都是中南部这边的同学 家里务农的人质地非常多 那以前的话大家都认为说 务农的话就收入比较不好 然后比较不会有未来的一个发展 所以大家都鼓励说 他们就往工程这边去发展 那后来我们经过仔细的分析以后 我们发现了其实农业只要做得好的话 其实他的收入不会比去工厂就业还要差 所以说在这部分的话 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就应该可以把我们的科技 其实我们很多学生 他们都有一些务农的一些经验 就是从小在家里帮忙的经验 但是他们把那些不好的经验 变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未来 那所以说我们就想说 其实把科技跟农业做一些结合 让学生去了解说 其实你要种这个农作物的话 不需要那么辛苦 你借有一些科技的一些价值的话 其实你可以创造更多的一些利润 搞不好你以后就可以利用这个 毕业后就可以用这个去创业 然后创造自己的美好的未来 不过就像副校长您讲的 就是说我们台湾上来都是以农立国 尤其是农业技术水准在国际上面 一直都有很多不错的评价 我会先请你就大范围的来谈一下 就是说台湾目前不论是在农业科技 或者是研发技术的部分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 其实如果从大范围来看的话 其实台湾的农业最重要就是创新能力很强 人家碰到困难的时候 大家都会想办法去解决 尤其台湾的一些电子科技方面的 是我们的想象 其实我们的机械电机 其实在整个世界上排名都还蛮前面的 那我们结合这些新的一些科技的话 其实就会创造我们农业的一个新的一个契机 所以说我们在很多在YouTube上面看到 很多新的一些科技 可能国外一有那台湾立刻就有了 或者是台湾已经走在前面了 这个就是台湾在农业科技比较强的地方 就是这个跨领域的整合 那就您了解目前南向国家当中 对台湾农业最感兴趣的部分是什么 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些吗 对其实我去过印尼马海西亚 这些算是在东亚比较农业大国 然后比较先进的国家 其实他们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些东西 那目前的状况就是他们到欧美那边 尤其是到欧洲去看了很多人家精湿栽培的那些东西 比如说农业大棚 然后里面有一些温控这样的一些设施 然后很多人就花很多钱把他引到不管是印尼或是马来西亚 但是得到的结果好像目前看到的并不是非常好 第一个当然是气候的问题 第二个是他很多的那个技术 并不适合他们当地的一些农所物的一个生长 但是台湾就有相对的优势 因为台湾的气候跟他们比较接近 还有台湾这边我们比较容易去 刚刚讲前面讲我们比较容易创新 比较容易做改变 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气候 然后他们的植物的生长的环境不同 那我们就做一些微调 甚至可以降低成本 然后让他们的这个农业就具有相对的一个优势 是台湾是占这个优势地利之变 而且我们这个技术发展也不错这样子 不过我们在谈谈我们学校成立的这个精致农业中心 那可以请你为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中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这个中心其实最主要就是帮农业加值 最主要是帮农业加值 农业加值 那我看到是说我们这个还有结合所谓的工业技术 跟导入这个所谓精致农业的一个研发 那这个部分是指什么 譬如说我们把一些土培 或者栽培就是农作物栽培的技术 这个台湾都已经很强了 那我们把一些不同的那个我们设计不同的LED的灯具 在不同的时间给它不同的光的刺激 或者是不同的震动 让这个储培苗长得好 或者我们植物长得好一点 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 我们还去控制它的一些营养源 让这个植物长得非常好 它长得非常好的话 当然你可以生吃 但是如果自己后端的加工的话 我们把我们的那个超连接低温的萃取的技术 然后能够能够加进来 那我们就可以让我们这个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能够加持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比如说我们在栽培的过程中间 或是我们生产的过程中间有一些废气物 其实这些废气物都是油漆的一些废气物 其实它里面还有很多的能量 那可以利用我们一些油漆再利用的这个技术 比如把它变成修饮丝的饲料 或者把它变成一些燃料等等 那这样的话就是变成一条蓝色的供应链 就从头到尾都没有汇气物 这个是我们成立这个金字农业中心 主要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可以说它是一种传统农业的转型吗 对应该是 传统农业其实做了中间的一部分 它可能有五个步骤 传统农业大概做了中间的二跟三 我们可能把一跟四跟五都把它补出了 那您刚刚有提到几个例子 那目前我们这中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成果 其实不然整理了四五年 但是我们成果还蛮多的 譬如说我们像台湾大家很热门的牛樟枝 我们除了栽培之外 那我们牛樟枝的树苗 我们用组培的方式去栽培这个树苗 这个树苗就会长得 经过我们驯化以后 它在平地就可以种了 而且它会长得很快 而且它的那个组根会很强 然后那个目前我们在校尾里面试种 那效果相当好 那还有像兰花的那个组培 我们可以让兰花的那个组培的那个时间 能够缩短 然后它的那个花的苗可以更强健 它有一些增菌类的一些植物 还有就是一些增菌类的一些作物 那有时候像香菇好了 那你积淡很多次以后它就会弱化 弱化的话 其实我们就会找新的菌 那我们用我们的那个栽培的技术的话 可以把这些菌种重新再把它强化 重新再强化 那我们就可以 可能让我们那个菌 就是保持至少保持原来的那个活性 甚至我们现在在讲说 能够让它再进化 那另外就是在那个 有机会气物的一些处理部分 其实我们也 也做了很多的一个研究 那我们目前也有一些示范的一些厂 那在那个农产加工的部分的话 其实这个我们已经做了非常久了 就是我们的萃取的技术 其实都得到大家很多的肯定 所以是我们是用这个相关技术的一个整合 来做一个这个环境的一个预程就对了 不过您刚刚有提到几个 就是说比如说像牛樟枝 或者是兰花等等的 你们在选择这些农予业的品种上面 主要的考量点是什么 因为东西非常非常管非常多 大概两部分 一部分是业者有需求 然后他来找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主动去讲 我们就可能就是大概两个原则 这个是可加值 然后科技化的一些作物 我们就去做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目前已经有跟这个业界 做一个合作的一个机制了吗 对 我们是怎么样 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在帮 其实如果说是厂商自己来找我们的话 那我们就会去看他们的厂 然后去帮他们解决 他们想要改善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他那个植物长得不好 那他可能用 他们也是可能植物工厂 然后植物长得不好 可能就是用了一般的那个 TRAD的灯光去照 那我们就去设计他们想要的灯具 然后协助他们去把那个效率改善 哦 所以这个是有收费的吗 当然当然有收费 是 哦 就是他们有这个需求 我们就是提供这个人力资源来帮助 对对 还有另外一些厂商他们生产了很多的那个 跟浓缩物 那有的可能就直接卖出去 那有的可能他就把它晒干了 是 还有可能要做其他深加工这部分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协助做很多这方面的一个产品的开发 或是技术的一些转移等等 是 好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所制播的全球台湾4.0 那么今天焦点台湾单元是制造远东科技大学 配动的精致农业新南向工作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马上回到前面的现场 台湾后 台湾后 你在唱什么啊 我在收听央广全新带状节目 全球台湾4.0啊 全球台湾4.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啊 全球台湾4.0 带您从经贸 科技 文化等面向 重新认识台湾 据凡是台湾软实力 前进新南向 参与国际合作 以及独步全球的技术发展 全部都有哦 所以全球台湾4.0 也让大家了解台湾参与国际的贡献哦 没错 每中一到中午 晚间9点30分 全球台湾4.0 带您重新认识世界 也要让世界看见新台湾 0800-880-699 空八空空八八空六九九啦 0800-880-699 对不起对不起 台湾的听众 这支电话迟到咯 即日起 央广为台湾听众准备了免付费电话 请记住这个号码 0800-880-699 只要开放现场勾令 台湾听众都可以拨打这支电话 完全免费哦 免费哦 0800-880-699 空八空空八八空六九九 免费的啦 免费啦 免费哦 古免费 我会给你一双 谢谢中国家 欢迎订阅 请你跟我这样做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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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n on your radi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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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 traum 打电影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所制播的全球台湾4.0 那么今天焦点台湾单元 邀请的是远东科技大学的副校长 钟明吉中副校长 带来听到朋友认识 他们所推动的精致农业 前进新南向的工作 不过副校长 我们刚提到 学校精致农业中心 目前协助业者来进行一些 育种跟稻采收等等的部分 那么请你举几个实例来谈一下 像是在技术或资源的部分 我们是怎样提供协助的 其实就正如刚刚前面讲的 比如说我们在嘉义这边 有一个厂商 它种了很多的木鳖果 其实木鳖果在东南亚 是一个很常见的植物 木鳖果如果听众上我去看的话 其实它就长得还蛮漂亮的 但是它里面最有用的是 木鳖果里面的那个 纸里面的那个盒 一层膜 那层膜的话 带有很高的那个叶黄素 就天然的叶黄素 那那个很高的叶黄素 其实你要把它萃取出来 其实不容易 但是我们一般都是 买木鳖果 然后吃了以后 那个纸就丢掉了 其实它最有价值 就是在那个磨 那我们就可以协助 那个厂商把那个磨 经过我们的技术的萃取 可以出来就会有很 应该是高纯度的那个叶黄素 这个叶黄素的价值 就比那个整个木鳖果还要高了 这个就是比如说 就是我们帮那个农产加工的 来提升它的价值的一个 加值这个农业的 这个新价值的部分 对对因为它本来可能是 会气物嘛 像我们其实很多 我们现在在试的东西 比如说那个石榴 石榴我们一般都吃它的质 其实石榴里面 它成分最好的是它的皮 它皮我们不可能吃嘛 如果说经过我们萃取以后 它那个皮 皮里面的一些质基础 它对着体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换句话我们说 是从这个研发来协助他们 然后这个后端的部分 也都来帮忙这些业者就对了 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提供的是一条龙的服务 从开始前面主持人讲的育种 然后到栽培 到采收 采收完又再加工 这是后面的行销 那我们都可以协助这个厂商来做 所以听起来我们这个中心学校 应该投了很多的资本在里面 对对对 我们已经投了 像精神融化中心虽然成立四年 但是之前的话 我们有一个生物科技研发中心 其实我们把生物科技研发中心 跟精神融化中心做一些结合 那生物科技研发中心 我们已经成立十几年了 所以说十几年来 我们一定在做这个工作 那目前看得到一些成绩出来了 对对对 是 不过副校长 我们在扩大点范围来看 我们中心目前 现在也是希望把台湾的这个精致农业 带向这个新南向国家 那就您了解 就是说 这些南向国家当中 目前没有发展 像类似台湾这样一个精致农业 有啊 我刚刚在前面早有提到 我去看过了 像马来西亚 我去看过了很多点 是 他们也都觉得压缺广州方面去做 所以说就很多 尤其是台湘 他们台湘花了很多钱 然后去欧洲那边学那个 譬如说大鹏的栽培基数 那学进来以后 他们发现问题很多 就刚刚讲的 他们里面病虫还是非常的多 是 因为很闷 通风不好 但是因为在欧洲的话 它可能气候比较冷一点 他就没有考虑这个 那你整个都学过来的话 其实 里面通风不好 然后你就容易自生很多杂菌 那这样的话 其实他们在欧洲的那一套 到这边来的话 其实是要做一些改良的 是 另外一个就是 你它这个计转的费用 或者说这个转移的费用 其实是相当高的 所以说可能尝试一两次 他们就觉得 这个好像在东亚是不可行的 但是最近他们就会 很多就回到台湾来看 因为最近就接待了很多的 那个东亚的朋友 他们来看 看台湾的那个农业的一个发展 包含那个观光农场 这也是价值的一部分 然后再来我们的一些农产的加工的部分 还有最主要他们来看农产栽培 他们最有兴趣的大概就是 像真菌类的 香菇啦 或者是一些 像我们常常吃的那个金针菇 猴头菇啦 这些菇类的 他们希望 因为他们在当地是很缺这样的一个食材 尤其是新鲜的食材 他们都希望说 如果说在东亚那边可以栽培这样东西的话 他们可以就进供应 而且就那获利的空间也蛮大了 是 目前我看到的情况是这样 这是马来西亚的部分嘛 对对 所以目前我们已经有跟 国外这个实际合作的例子了吗 现在的话我们跟马来西亚的话 就是跟一家那个在新山的一家大麻 是 生技公司的话 目前有这样一个合作的一个 已经开始了 对目前有合作的计划 这是马来西亚的部分嘛 对对对 不过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学校最近也申请这个 这个乔委会的一个海外青年技术班的这个秋季班 而且获准开设的一个精致农业的培育科嘛 那会请你谈一下说像这样子一个 科别这个班主要是在培训哪些部分 这个班其实它主要是在训练学生 他们跟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农业跟科技做一些结合 所以说我们大概有30%是理论课 我们还是要教他一些应用的一些知识 所以除了学中文之外 他还加一些应用的一些知识 另外70%的话 我们都是食物的一些课程 就包含了像植物的组织培养 绿能系统 植物的一些防控的技术 农产的加工技术 还有植物工厂的一个管理 还有一个很重点就是物联网的实习 物联网 对就是他们生产的东西 然后他们可以透过物联网 然后在网络上去销售等等 另外一个很大的重点是专利申请实务 我们希望说他们在这个学习过程中间 他们自己也可以衍生几个专利 那以后回他们母国去的时候 他们也会在这后面有一些 保护自己技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关联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是比较多元化的 是跨领域的这样子 而且这个理论大概占30% 那其他都是食物的部分这样子 对对对 不过他们这个部分的话 他们学校 就是说我们学校的这个教育的部分 他们在他们当地国内的状况是怎么样 他们这个学校农业的这个教导课程的部分 他们也有不足的部分吗 其实他们因为我跟马来西亚的那些大学 接触的话 其实他们现在还是在比较传统的那种农业 比如说他们组织代表有交 是 他们食物管控可能也有交 但是那个很多大部分都比较处于在那种 比较理论的部分 那食座的部分可能也有做 就传统都有做 但是要跟科技结合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食物工厂的管理 他们可能想说我会有食物工厂 但是这个食物工厂怎么去管理 不是只有那个能源的管理 还有一些物流的管理 你要进货的时候你要怎么灭菌 然后你出这个食物工厂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后续这些动作 那这个部分可能对他们来说的话 可能没有接触过 然后所以说 大概想说可能要做 但是要怎么做 可能就有这样的课程 他们就会知道了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台湾的这个教学 是比较有系统性的 是比较长远的一种教学的方式 对 那我知道我们目前这个 精致农业培育科目前还在招生当中买 那目前招生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大概上个月 上个月有马来西亚跟印尼的几个同学过来 他们是跟着家长还有他们的长辈过来的 是 这我们认识的台商 他们过来的话 其实他们来看过我们学校这些设备 让我们跟他们 就是我们中心的主任 他们介绍过以后 他们非常有兴趣 尤其是在印尼那部分的话 所以他们回去 因为我们在招海清班 有一班 希望说他们能够找二三十个人一起过来 是 然后我大概他们讲解完以后 他们大概会有主持人要做这件事情 比如说四个人为主 他们可能就要学一样做物的栽培 那有些东西可能超乎我的想像 是 就他们可能讲 有一个说他们要去学习怎么种辣椒 还有人要种那个姜 还有人要种姜黄 那有比较多人是要他们要去 学习怎么去种植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固菌类的东西 那固菌类的东西我大概可以理解 那什么辣椒姜黄这些 后来我听他们讲的时候 才知道说其实 有一些东西在台湾 我们认为 这个是很普通的东西 但是在他们那边 因为人口多 还有那个 比如说他们那个 使用量比较多 可能在某些特殊的季节 他们就会缺货 缺货的话 要从外面掉 有时候他们又要吃生的 所以说他们他们经过一些 初步的一些市场调查 又发现 刚刚讲的那些东西 其实在某些特定的季节 是非常缺货的 如果说可以藉由我们科技人 科技跟农业结合 这样一个栽培方式 那我们就把生材机把它错开 那在某些那个 就是他们缺货的季节的话 可以大量供应 优质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 他们就有很大的获利空间 所以说这个也是 他们来这边给我们的一些 比较好的一些用品 这个也是我们之前 还不晓得嘛 对对对 因为太习以为常了 这辣椒姜黄的这些东西 这样子 所以听起来我们这班 目前回想都还不错嘛 对不对 我们是目前看起来 是状况还相当不错 而且他们回去 都有初步的一些想法 因为那天来的话 大概谈了大概快一天了 那他们也想说 他们回去以后 他们想要自行创业 他们想要自行创业的话 他们可能没有资金 他们可能会学了一点点技术 但是技术是不是 就足够支持他们去创业 那我们就 后来我们就联络了一些 那个当地的一些台商 是当地的一些 一些就是好朋友 他们希望说这些同学 这些学生收购的训练以后 回去以后 就是协助他们创业 他们可以提供 指定提供土地 那我们这边 在做技术的一些资源 我们希望说 这个模式可以做得起来的话 那这些 受过这些训练的一些同学 他们回去 能够变成我们的 一个种子 在那个地方发芽 那台湾就 以后 我们现在讲的 新南向的政策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点 我们也种了一棵苗 在那边 过一阵子 它就会变成树 去培训这个 新南向的专业人才 对 那副校长 最后一点时间 我们学校未来 在跟这个东南亚国家交流的部分 还有没有哪些这个 新计划或者是目标 即使跟东南亚 因为学校嘛 我们可能就是最主要 还是以人才培训为主 那培训的话 就是刚刚讲出了 说还像海青班 或是一些小生班 或是外籍生 我们很积极的 照周围学生到 台湾来学习之外 那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有机会到那边 去开一些专班 就当地 就短期的训练他们 另外的话 在科技发展这部分 因为学校 可能要从未来一些裁员 或者说未来的发展 科技发展这段 我们就会结合台商的力量 还有结合我们现在训练这些学生的力量 那我们回去 都要在那边打下一些据点 那这样的话 未来的发展就会更好 那我们当然会配合 政府的一些政策 就是在人才培训士部分 在科技发展这部分 甚至说我们做一些 产业整合部分的话 我们都会希望能够 扮演一定的角色 是 海外青年技术 秋季班的部分 就这个月底会截止了 对 有兴趣的朋友 就可以上网浏览一下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的是 远东科技大学的副校长 钟明吉中副校长 大家听的朋友 认识他们所推动的 精致农业前进新南向的工作 那目前远东科大 已经设立的精致农业中心 除了结合工程技术 导路研发之外 也在后端 加值农产的新价值 那么所开设的海外青年技术班 也将协助培育 新南向国家的专业人才 那么今天在节目的最后 特别感谢副校长 跟听同朋友分享 学校的精致农业 新南向计划 先谢谢副校长 好 谢谢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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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